代表台湾出赛奥运首次的P6项目 孙震要登上巴黎五环殿堂 而这可能又是一场神仙打架的精彩场面 因为对手个个是高手 存在红牛世界P6大赛夺冠的美国B-Boy Victor Montavo就是这一次很多人看好的 夺冠大热门 即兴起舞自成一格 Victor Montavo来自美国佛州 爸爸也是B-Boy 六岁开始就受到父亲和表兄弟影响 爱上霹雳舞 为了练舞还辍学 差点闹出家庭革命 十七岁获得第一个大赛胜利后 打响名号 这一次披上美国国家队服 目标就是摘金 只是享受这个程序 因为第一个是舞蹈 这是艺术的形式 这就是比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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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巴黎奥运第一次把源自街头的霹雳舞 放上竞技体育殿堂 也要让全球观众看到 来自不同国家的舞者 都有不同风格 像是来自摩洛哥 昵称为比里的选手 完全都靠自学 才20岁的比里跳舞6年 就取得了奥运资格 也是摩洛哥第一位霹雳舞国手 为了霹雳舞甚至还自己学作曲 但是这一次在奥运会播什么音乐 选手和评审都不会先知道 相当考验选手的经验和创作 法国派出的就是有20年资历的霹雳舞者 Dane 我的名字是Dany Seville AKAVB Dan 因为这是我的B-Boy名 我36岁 我从20岁的霹雳舞 我代表France 我的组织统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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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从20岁的霹雳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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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是鲜艳多变的法色 可能是大家第一眼会注意到的 出生于法属几内亚的Dan 14岁就开始跳霹雳舞 19岁开始转向专业舞者 已经是多项大赛的常胜军 因为霹雳舞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都用了我们的身体 有些人认为霹雳舞是 只是健身的动作 而现在是比较多 你必须作专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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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黎作为这一次主办城市 新增霹雳舞 当然也是希望把奖牌留在法国 也让更多人关注霹雳舞文化 1970年代源自于纽约布朗克斯区 霹雳舞一开始流行 主要是从飞裔和拉丁裔 居多数的社区 逐渐在街头壮大 各种意想不到的编排 定点头转 大动作的肢体扭转 搭配节奏性强的音乐 霹雳舞成为了街舞四大元素之一 这一次在奥运会有九位评审 依据身体动作 想法 音乐性等五大原则来评分 而这舞台也是讲求性别平等 各16位的B-boy B-girl 竞逐奖牌 我是Sunny Choi 专业 讲话轻轻柔柔 一跳舞就霸气外露 35岁的Sunny是韩国移民第二代 从体操转战霹雳舞 热爱跳舞的她还放弃了美中品牌 年薪千万的总监位置 另外这一次能站上奥运舞台的还有她 代表乌克兰出赛的Kate 其实就是美国代表Victor Montabo的太太 这对Breaker夫妻一起挑战奥运 也为比赛增加更多看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